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力矩的計算題目 第一個 他說這個鎖式的板手 請問你 我在哪個地方施力產生的力矩較大 這是簡單的 好 我們說過F1的這個叫做力線有通過支點 力線有通過支點 所以呢 這個有多力幣 沒有力幣 所以力矩就是0 F2就是所謂的垂直 垂直的時候力幣最大 當然你不需要最大 你只要比0大就可以了 那麼所以呢 這個力幣最大力比最大 所以我們當然是F2 很簡單 這只是考一下力幣的問題 好 重點就是剛剛你講過了 這個通過力線通過支點的沒有力幣 力矩是0 那請問你 現在問你誰最小 1 2 3 4 誰最小 他來問最大 現在問最小 意思是一樣的 一時一樣 OK 名車戰界問 誰最小咧 誰最小 F1 請坐 你答案選F1 為什麼F1最小 因為呢 我們說重量力跟它垂直的時候 力幣最大 力矩最大 這裡就是F3 然後呢 如果力線會通過支點的時候 沒有力幣 力矩就是0 那麼F1的就是 它的是力線通過支點 所以它力幣是0 所以力矩是0 所以它最小 OK 練習2 跟剛才的意思差不多 就是 誰力矩大 誰力矩小 然後呢 誰會一樣 力幣乘以力 力幣乘以力 那就是力矩 就是 就知道誰是對的 OK嗎 OK 來 來 來 小女生 來 小女生如何 7 7 7號 你的答案 C 你答案選C 請坐 你答案選C F1跟F4的力線 都通過支點 所以呢 它就是力矩是0 因為沒有力幣 然後F3是垂直 所以它力矩是最大 然後呢 F2跟它不垂直 所以力矩比較小 然後呢 所以答案是C 那力矩是要力幣乘以力 所以如果是F3 就是D乘以F3 那如果是F2就不是 你就要找到垂直的量才是 所以答案是 所以呢 答案呢 就選的是C OK嗎 OK 這個要請你真的算出來 真的算出來 好 這個就是 力矩就是力幣乘以力 重點是要垂直 圖上就是垂直 所以就直接乘就好了 所以答案就100 順中逆時中呢 你就自己拉它看就好了 你就自己想像拉一下 就知道順中逆時中了 OK 我們講過力矩是向量 它的方向我們國中不討論 國中它是順時中還是 逆時中就可以了 順時中轉叫順時中力矩 逆時中轉叫逆時中力矩 可以嗎 OK 所以呢 請問你 這樣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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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1的力矩多少 然後2的力矩多少 就簡單就是 就是 力矩叫力幣乘以力 力幣跟力要互相垂直 就考這個而已 很簡單 然後什麼叫做力幣 1的多少 多少 多少 20 你要記得它的單位 供應重公尺 這個呢 就是力幣就是0.2公尺 力就是100 這兩個有垂直 所以可以直接乘 乘完之後就是20 然後呢 那如果是F 那如果2咧 20多少 20多少 20多少咧 答案小女生 有女生嗎 有 第5號 答案 10 請坐 就是一樣 力幣就0.1 支點到力線的垂直距離 就0.1 然後力幣乘以力 乘以乘就是乘了 OK 就解決 很容易算 這些計算 是為了等一下 盡力平衡做準備 因為盡力平衡的時候 我需要算到力 我需要合力等於0 四十鐘等於0 力十鐘 所以你要會算力 力的簡單的計算 OK 就是力 就是力幣乘以力 力幣就是支點到力線的程式距離 力線就是力的作用線 重點 力跟力幣要互相垂直 OK 好 這裡的最後一題 多少 這裡要用到三角形的關係 我們二的時候交過了 三十度鎖對的邊是斜邊的一半 六十度鎖對的邊是斜邊的二分之 根號三 只要利用到三角形 你的作法有兩種 第一個是用我們前面畫圖的方法 做力線 然後做垂直 去找到那個力幣多少 第二個方法是你把力分解成垂直分力跟水平分力 用垂直分力去算 這兩個方法都可以 順中或逆時中 所以你馬上就知道有兩個答案是不可能的 答案是不可能的 答案是不可能的 所以有兩個答案是不可能的 然後直接弄 OK 請問你這樣是多少勒 這樣是多少勒 可愛大帥哥 這樣多少 三五 你答案選勒 請坐 然後三十度鎖對的邊是斜邊的一半 所以呢 我是做垂直 我把力分解成垂直分力跟水平分力 垂直分力呢 一半是2.5牛頓 然後呢 力幣就是OP OP就是我的力幣了 所以把它裡面成 所以答案是1.5 單位呢 牛頓米 因為它的力量位是牛頓 剛才有單位是公斤重 所以公斤重米 這邊是牛頓米 有力量跟長度 然後呢 一拉又知道速度中轉 所以答案是速度中 所以就是這樣子 我剛剛講過了 這些都是為了未來做準備的 因為你單位要去算力局有多少 很簡單 就是力幣乘以力 重點 力幣跟力要互相垂直 OK嗎 OK